加州的陽光沙灘世界聞名 然而近年來氣候的變化 加上人為破壞 讓加州的沙灘面積正在逐漸縮小 為了幫助加州保護沙灘資源 聖塔莫尼卡市和環保組織 Bay Foundation 今天啟動一項沙灘恢復實驗項目 希望藉由大自然的力量 留住加州的金色沙灘 沙粒之中也能長出綠草 開出花朵 在聖莫尼卡沙灘恢復實驗項目的 三英姆試驗區 研究者在去年12月 撒下四種沙丘植物的種子 如今大部分都已經破土發芽 正在茁壯成長 計劃是這些種類會生產 種類會開始生產 開始生產水 最後會生產小小沙灘 1至3公斤高 這將會考慮 由海水流升降臨 和海外風 從海外風 和海外風 帶回海外風 雖然加州以陽光沙灘組成 但事實上 在氣候變異 海平面上漲 潮汐侵蝕 以及人為破壞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 加州的沙灘正在悄然減少 而聖莫尼卡沙灘恢復實驗項目 希望藉由大自然的力量留住沙灘 為了試驗沙灘上能否自然形成可持續的生態系統 研究人員並不會人工干預試驗區內植物的生長 而是完完全全交由大自然養育 讓雨水灌溉幼苗 由潮汐帶來枯木化作養分 如果情況理想 這些植物將長到1-3英尺高 這就是一種的項目 不僅僅是科技研究 而未來的項目 但也會顯示 沙灘的使用 適用這種方式來阻止沙灘面積的減少 但如果聖莫尼卡沙灘恢復實驗項目 能夠獲得良好的效果 至少為加州保護沙灘多增加了一種可能 落成18台晚間新聞 陳瑞德業與聖莫尼卡載坊報道